Doki Doki 心跳文学部 一款下载超过1000万次 在Steam获得压倒性好评的免费恋爱恐怖游戏 就算你没玩过 也应该看过许多玩家在留言洗版的 直选莫妮卡名 Just Monika Doki Doki之所以受到欢迎 除了本身框架中的女主角们特殊的个性 对玩家造成的精神打击外 恒大的部分就是游戏里打破第四面墙的设计 当初很多人应该没有想到 自己只是玩个游戏 还必须亲自动手删除游戏某个档案 才能破绝女主角的永远的陪伴 在2017年心跳文学部推出轰动没多久 海内外便有少部分玩家 同时想起了2013年的另一款神作 你和他和他的恋爱 Kimi Tokanojo Tokanojo no Koi 这是日本游戏公司Nitro Plus 在2013年推出的恋爱冒险游戏 简称Totono Doki Doki与Totono两者打破第四面墙的概念 可说是相当接近 虽然相较之下Totono比较冷门 但多数玩过的人都几乎一致肯定 Totono是一款极为优秀的恋爱视觉小说 事实上Doki Doki开发者 自己表示从没玩过Totono 但他看过游戏后便不难理解玩家的想法 因为Doki Doki有很多表现手法 都有Totono的概念 虽然故事方向与表达的情感有些不同 但两者都是相当受到欢迎的作品 这一期外力会浅谈 你和他和他的恋爱这款游戏的故事 如果有些想体验游戏 而不想被爆雷的朋友 在影片正式开始前 可以考虑先透过DLCI购买日文版 或是在Steam购买英文国际版先行体验 游戏开始故事的主人翁 平凡且不起眼的男高中生 叙叙目新一 因应死党同学的要求 独自一人傍晚来到了校舍顶楼 男主角找不到死党 却发现一个掉在地上的手机 捡起来看见来电显示为神明大人 Kami-sama 还发现手机里装着一款恋爱游戏 显示了一位粉毛少女的图案 与此同时新一发现天台上 就站着刚才手机游戏里面出现的那位粉毛少女 她单手高举指着天空 嘴里还发着像是模仿手机来电的电波铃声一样 接下来毫不意外 少女不小心摔在了男主角身上 她的名字叫做向日葵 也是游戏里的主角之一 紧接着另外一位留着黑色长指法的美少女 恰好上了屋顶 而她正是新一从小到大暗恋的青梅珠玛 曾根梅雪 梅雪撞见了男下女上这一幕 责怪新一是不是在妃里其他女同学 于是男女主角彼此纠缠的三角关系随之展开 接下来描述的剧情发展可能会强调一些比较细微的铺陈 虽然可能会有点琐碎 但这是为了方便大家理解头头脑之水被推崇的原因 因为游戏打从一开始 几乎每一幕的过程 许多角色看似无心的某一句话 全都是后期铺垫的套路 游戏里的主人翁须目星一从以前就暗恋着梅雪 这因为对方是学校里的风云人物 自认高攀不起的自卑情节使然 让星一一直刻意远离梅雪 免得让自己受伤 不过因为两人在顶楼与葵的卸购 意外的让星一与梅雪有了共同接触的机会 奎是一位行为举止都很奇怪 像机器人一样没有情感波动的少女 没有人知道她有没有家人 每天都住在网咖 还总是说着旁人无法理解的游戏用语 像是有存档没有关系 没有讯号无法更新 这个世界是游戏 或是天台是世界中心等无厘头的对话 当时为了化解三人在顶楼的尴尬气氛 星一随口提议 不如葵与梅雪做个朋友如何 看能不能透过正常的交友关系 改善葵的怪毛病 梅雪自然不想配合无聊的友情游戏 而葵却依然傻傻的想与梅雪做朋友 这个过程渐渐激起了星一的同情心 也意外的拉近三人的距离 一开始梅雪冷漠地无视葵 但葵却用着毫无心机的天然代工事 希望与梅雪关系变好 最终在棒球场的胜负游戏里 化解了梅雪的心结 大胤与葵当朋友 原来其实梅雪小时候的过去与葵的状况类似 是一个在班级上被排挤忽视的存在 而唯一陪在他身边的只有星一 他同样对星一抱有好感 于是三人展开了一段相当和乐融融的高中校园生活 三个人一起上天台看风景 一起吃便当 一起合照 可说是故事里最温馨的桥段之一 其中还有一段故事描述三人一起逛商店街 来到一间以猫咪为主题的饰品小卖店 店内有一对很可爱的黑猫法夹 两位女主角都非常喜欢 这个时候玩家可以选择买法夹送给哪一位女主角 以正常的故事角度 星一会将法夹送给自己暗恋的梅雪 而梅雪会大方的将法夹转送给葵 最后星一会再拿出另外一个多买的法夹送给梅雪 结果都是两个都送 两个都有机会 只是很多人一开始都不会想到 这一小段的差距 竟然成了游戏之后的伏笔 当晚星一与梅雪两人走在许久不曾一起走过的回家合体路上 星一随口一句 不知道多久没这样走了 换得梅雪一句 四年三个月又十一天 当然如果你急着按对话的话 通常就会略过这段讯息 接着梅雪在透露自己的烦恼 原来之后学校有一场舞台剧公演 担任女主角的梅雪有一幕吻戏 令至今未献出出吻的梅雪感到蠢蠢不前 但是星一当下未能察觉梅雪的心意 只是继续选择逃避 之后当葵知道了这件事情后 便说要帮助星一 在天台上高举手机 召唤他口中的神明大人 并强调 这个世界是一个游戏 他会请求神明更新游戏 成就出一条星一与梅雪 彼此一定会结合的故事线 在玩家选择没有阻止葵的状况下 天空会出现异变的红色光芒 眼前的景色仿佛破图一般 然后进入了片头歌曲画面 若按照正常的对话速度进行游戏 来到这里差不多已经超过两个多小时 但Totono的故事竟然才刚刚开始 然后宛如一切都没发生过什么事情一样 三人继续着相亲相爱的好朋友时光 中途还发生了一件关于收养小黑猫 导致葵失踪不见的事件 这边之后也成为了一个伏笔 因为星一自始至终的温柔对待 让葵渐渐也喜欢上了星一 在最后一次两人的相处时光里 还说出了或许存在葵的路线也说不定 之后葵便从学校里消失了 总而言之 如果玩家一周末以攻略美雪为前提 最终舞台剧会因为断电意外 让美雪保住了初吻 而星一则在学校顶楼向美雪告白 两人交往并开始了同居生活 迎接了光明的幸福结局 而葵一样没有回来 仿佛他不曾存在过一样 就算星一最后不小心看到了美雪的手机相片 原本的三人合照独缺了葵 他也依然想不起来 这样的结局好像哪里少了点什么 直到二周末后 许多玩家才开始渐渐察觉 你和他和他的恋爱 似乎跟平常在玩的恋爱游戏不大一样 按照一般游戏逻辑 一周末攻略过第一女主角后 玩家多半就会选择攻略第二女主角 也就是葵 当然一定有人尝试一开始就选择攻略葵 遗憾的是一周末的故事 并没有这样的剧情安排 最终星一只会落得人去镂空的结局 因为真正的葵路线 只存在于一周末攻略美雪之后的二周末 基本上二周末的初期发展跟一周末很类似 玩家透过skip快速跳过之前相同的对话 让三人很快就成为朋友 不过剧情来到商店街购买黑猫法夹的事件 会看到原本在一周末成队的法夹 来到二周末之后便只剩下一个了 因为只剩下一个法夹 想攻略葵路线的玩家自然都会买法夹送给了葵 这个时候开始 玩家才会渐渐发现 二周末有一些细部的情节发生改变 尤其是当玩家开始将过去倾向美雪的选择 转备为偏向葵的时候 就开始了真正的葵路线 这边就要补充 在一周末时 三人晚上回家的合体上发现了一只被遗弃的小黑猫 虽然葵非常喜欢这只小猫 但美雪对猫过敏 且认为随意领养是不负责任的行为 以绝交为威胁 反对新衣或葵收养小猫 于是葵只能无奈地将小猫放回纸箱 当晚下起大雨 关心小猫的新衣回到合体原处 却发现小猫已不见踪影 推测是葵自己带走了小猫 并紧急联络美雪两人开始寻找葵 最终两人在体育馆里找到了葵 而美雪也和葵敞开心房 答应她不会绝交 同时一起领养小猫 但轮到二周末的时候 这段剧情里的美雪虽然有一起找寻葵 但很快的却劝新衣放弃便回家了 并没有一起来到体育馆 因此变成新衣自己透过线索前往体育馆 一阵交心的独处与告白 带葵回家过夜 彼此感情加温 隔天在校舍顶楼 美雪见到葵与主角的亲密互动 一语道破 葵对新衣产生了恋爱的情感 也让葵镇静的认为自己出现了bug 于是葵再次站上了天台 以首高举天空 进行她所谓的更新 但神明大人依然没有回应 最后葵再一次的消失在学校与城镇里 如果玩家选择不放弃葵 努力寻找她的身影 最终会寻着线索 还是在同一个天台上找到了奄奄一席的葵 虽然葵一样只会说电力不足之类的话 但只要新衣在身边就能慢慢恢复 在新衣的勇敢告白之下 两人进一步确认彼此喜欢的新衣而交往 隔天两人到学校之后成为献充 就连美雪也为两人祝福 奇怪的是美雪趁机将新衣拉到一旁 问她你相信命运吗 你是否认为现在的人生是必然 还是偶然 你可曾想过选择A或选择B之后的结果会是如何 而新衣则是回答自己不相信什么以赴路线 也没有什么选择 事情的发展都是必然的结果 这就是命运 美雪则是解读 照你这么说 不论你重复几次人生 都会和命中注定的那一个人在一起啰 最后 美雪要求主角发誓 承诺相信永远的爱 但当时很多玩家都没想到 这段看似富有哲理思考的对话 却是整个故事的文言 在这之后 故事的调性很快的急转直下 原来美雪与新衣的死党 渐渐发现了魁背着主角出轨的证据 还掌握了线索 带着坚持不幸的主角来到一间大楼公寓 并在纯白的房间里 发现了一个已开封但没用过的保险套 以及与魁身上一模一样的黑猫发夹 最后在新衣的庆生会上 美雪与死党带着跟魁出轨的对象一同对职 甚至出示魁出轨的证据 将主角的情绪逼到崩溃边缘 魁依然祈求主角相信他 说明魁本身其实只是女配角的设定 按理来说不该喜欢上主角 因此认为自己出了bug 而按照原本的游戏设定 魁本来就是一个会随意与他人发生关系的角色 如此荒谬的游戏仔解释 一般玩家通常都不会采信 进而选择放弃了魁 最终再轮到美雪回头安慰主角 两人再次结合 事实上在整个二周末期间 美雪都会有意无意的暗示玩家放弃魁 让故事倒回原本一周末的美雪路线 不论是前面是否要寻找失踪的魁也好 或是玩家是否相信魁最后的自白也好 只要玩家选择放弃或不相信 都会倒回美雪的路线 而玩家在庆生会上选择不相信魁 最后魁在被赶出去的时候 依然用着自己是游戏角色的设定 笑着对主角说 魁的成长要删除了 全部都会消失 能一起当过朋友真是太好了 能在这个世界上诞生真是太好了 就算大家很快就会忘记魁的事 你也会记得的对吧 这也是魁第一次打破第四面墙的时候 当然如果玩家在庆生会上的对峙现场 痛下决心依然相信魁所说的一切 甚至亲眼目睹额外的CG画面 故事就会导向二周目的真正崩坏结局 但这一次的崩坏 不是你想攻略的女主角魁 也不是主人公新一 而是游戏中的第一女主角 增根梅雪 是的 二周目真正的结局 就是梅雪带着金属球棒杀死了魁 同时也残忍的伤害新一 梅雪会表示 她无法原谅最初的故事线 对她发誓过永远的爱的你 甚至责骂玩家 你做出了连新一都不会做的选择 正式打破了第四面墙 直接面对一幕前的玩家 也就是你展开了控诉 梅雪强调 她已经给过你一次机会 相信你会回心转意 还坦诚在二周目设局诱导玩家 偷买了一个一模一样的黑猫法夹 放在了出轨的白色房间里 也就是说 早在二周目的商店街剧情里 当时的法夹早就已经被梅雪买走了一个 目的就是在魁的出轨现场里制造证据 但没想到 玩家为了解锁CG攻略游戏 偏执的选择相信魁 因此梅雪决定复仇 将世界改回正轨 最后梅雪以轻松的口吻说 没关系 反正重新开始就好了 然后杀死了新一 这个时候游戏会强制关闭 同时会出现DOS系统画面 出现大量的档案被删除 然后游戏才会重新启动 从这一刻起 玩家才真正的进入了三周目 一个永远的回圈 首先游戏不再存在所谓的title画面 也不存在存档与读取的选项 而新一开始每天都会从大楼公寓 那间纯白的房间醒来 于是接下来的游戏就像是一个电子迷宫 你每天从房间里醒来 吃完梅雪做的早餐 再随机触发许多重复的事件选项 例如一起上学 一起吃便当 一起在合体散步 一起逛商店街 或是一起在家里庆生等等 甚至度过了十次庆生之后 梅雪还会特别说 第十次生日快乐 让新一混乱到以为自己老了十岁 而这正是因为梅雪会记住 玩家所做过的任何事 包含庆生的次数 散步的次数 甚至一起上床的次数 都会记录下来 这个时候你才会想起 原来一周末 新一与梅雪在合体散步时 所说的那句 四年三个月又十一天 正是暗示着梅雪会记录着新一 或者是说监控着玩家 你的所有行为 在日复日的重复事件里 玩家虽然还是会有对话选项 你可以选择顺从梅雪 也能选择反抗梅雪 但不管你怎么选 这个回圈似乎永远都会持续下去 更重要的是 奎也似乎变成一个只存在于 手机游戏里头的一个女性角色 而梅雪也会趁晚上新一睡觉的时候 突然打破第四面墙 直接面对 提醒荧幕后的玩家 你告诉你 做任何抵抗是没有用的 虽然无法承担 但关闭游戏还是可以的 只不过每次你关闭游戏的时候 都出现模糊的杂讯画面 并且微微的透露出奎的声音 如果在世界的中心关闭游戏 还会更清楚的看见奎的身影 这些都是在告诉玩家 奎其实还存在于游戏里 问题只在于如何逃出这个回圈 经过了一番挣扎 玩家会在偶然的机会 触发与梅雪一起念书的事件 趁梅雪离开座位的时候 偷看她的手机 透过偷看相簿里的日记 拨打电话给神明大人 以及打开女主角是奎的美少女游戏 才会知晓无限回圈的真相 原来在梅雪的日记里 记下了玩家所有游玩的 重要事件记录 同时也明白在一周末的时候 奎在天台更新游戏时 便已经修改过梅雪的参数 替你实现了 梅雪只能跟心一结合的路线 对梅雪而言 这是她第一次了解到 自己也是游戏中的角色 同时也了解到 这是一种对她的诅咒 因为她从此以后 只能跟心一结合 没有其他的选择 如今梅雪已经无法自拔的 深爱着心一 或者说是深爱着荧幕前的你 才会强行修改游戏 抹杀葵的存在 而玩家透过拨打电话给神明大人 神明大人则会在电话里表示 如果要恢复整个游戏世界 只能在世界的中心进行修正 而且必须只能由梅雪或葵来进行 同时还提示玩家下一步的攻略 继续顺从梅雪 令她产生破绽 或是不断反抗梅雪 激怒她并使她分心 详细的破解过程当中 容我省略许多细节 因为这很难用三言两语来解释清楚 总之玩家开始照着神明大人的攻略指示 最终还是会被梅雪发现意图 而她也会再一次的修改游戏 彻彻底底抹杀葵的存在 彻彻底底剥夺玩家对葵的选择 之后游戏再一次的被打入永远的回圈 这看似绝望的发展 其实还是存在一线希望 因为玩家依然能在回圈的某个事件里 趁机取得梅雪的手机 只不过这次 梅雪的手机上锁了 想要解锁 你得连续正确回答时到有关梅雪喜好的问题 才能够解锁这个手机 这些线索都藏在平日的回圈事件里 而且梅雪的情报是随机的 单纯上网找攻略也是无法照抄 你必须细心的看着回圈里重复发生过的剧情 确认梅雪的情报 连续实题答对 破解手机锁 再过一小段的剧情 心意便会来到世界的中心 也就是学校的顶楼 迎接最后的结局 是的 很多人都应该下意识的猜到 游戏的最后的最后 就是要你在梅雪与葵之间做出选择 由于三周末开始无法存档与读取 一时重复困在回圈里 玩家只能硬着头皮乱选乱世 但是真相渐渐明朗后 你不免会质问自己 这游戏真的只是游戏吗 在我的认知是 或许打从一开始 葵就知道自己是游戏中的一个角色 他的使命是协助玩家达成与 心意和梅雪结合的路线 却因为玩家的刻意选择偏向 而让他有了被人接纳的温暖 甚至产生对心意的恋爱情感 因此当游戏剧情出现了他流泪场合 什么都不知道的玩家 可能还只是把他的眼泪当成是剧情演出的一环 而作为第一女主角的梅雪 多次打破第四面墙 不管是示爱也好 还是责骂也好 经过设定被修改过的诅咒之后 他无所不用其极的挽留心意 留住玩家 渴求所谓永远的爱 哪怕是破格的修改游戏 无限的回圈 甚至伤害心意 他只希望获得永远的爱 来自玩家你的爱 玩到这种程度 感觉上已经不是在攻略什么恋爱游戏了 而是TOTONO本身对玩家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 我们真的认为这些人物或角色重要吗 你的婆真的是婆吗 什么是永远一生推 还是说这些角色只是生活中的慰藉 或者说作品描述的爱情是虚构的 是一种不能与现实混为一谈的情感呢 以我本人为例 最初一周目体验游戏故事时 我其实比较偏向葵的路线 但作为一位正常的攻略玩家 我其实内心也不想放弃梅雪 直到最后二周目与三周目的发展 梅雪多次打破第四面墙的告白 即便是被困在回缺的我 也仿佛像是得了斯德哥摩尔正后群一样 渐渐的倾向了梅雪那边 比起星跳文学部 透过女主角的性格描述与细微线索 侧重于带给玩家的惊吓与恐怖体验 你和他和他的恋爱的剧情 更注重于哲学层面的思考 追根究底 质问玩家对于游戏内的角色爱的定义 你真的爱葵或梅雪吗 他们真的爱你吗 你是基于同情或攻略才选择葵吗 还是屈服想通关才选择梅雪吗 当然TOTONO的背景架构与故事逻辑 某些地方还是有超出常理的部分 但那并不是NITO PLUS在意的地方 官方的目的纯粹只是想用细腻的文字 来表达青春期少年的恋爱情 最后请述在下不愿意透露最终结局 选择之后的后日谈 因为我相信前面说了这么多剧透 能体会的朋友应该或多或少有所感触 也希望借此机会能让更多朋友 有兴趣来体验这款作品 你和他和他的恋爱 你满18岁想游玩TOTONO的朋友 可在日本电子游戏网站DLSS 买到日文字幕的成人游戏版本 或是在Steam上买到英文字幕的全年龄像国际版 商店连结我会放在影片资讯下方 也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一次的游戏介绍 玩过TOTONO的你 不管最后的选择是哪一位女主角 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不会后悔的答案 世界上最美的谎言是承诺 如果我们连在虚拟游戏世界的永远都做不到 更遑论现实世界对另一个人告白所说的永远呢 我是WaiLi Itamiyo Kamjiro 我们下次见 阿爸哟